两天前在世界第一高峰 圣母峰的山脊上 出现了一段惊险的画面 有大批的登山客 塞在山脊上现象还生 已经有五名登山客死亡 还有许多的登山客 氧气瓶都快要用光了 正在等待救援 但要上到海拔八千多公尺的 圣母峰去救人 谈何容易 必须靠一群神秘的雪巴人 他们能够在零下40度的低温 含氧量不足的环境之下攀爬工作 很多人好奇 雪巴人异于常人的秘密 到底是什么 这里含氧量只有平地的三分之一 极端环境甚至会产生幻觉 一旦身体无法附和就会致命 更恐怖的是变幻莫测的天气 就连峰顶经验丰富的人 也不敢掉以轻心 而那些氧阻碍都会移动 那些氧阻碍都会移动 那些氧阻碍都会移动 2014年一场严重雪崩 夺走16名雪巴巷导的性命 来自世界各国的登山好手 前不后继 但他们背后其实有个无名英雄 雪巴人 既是向导也是苦地 没有雪巴人在冰壁和冰凤间 造桥铺路与穿梭 登山客是寸步难行 每位登山客平均得雇佣三到四位的雪巴人 负重20公斤是政府的限制 但有许多的雪巴人 常被围外要求 飞到30到50公斤重 一个登山季平均 每位雪巴巷导 得来回走个30趟 收入却仅仅5000美元 月薪台币15万元 而这也是全家人的年收入 30趟里面随时有可能丧命 雪巴人的工作被形容是世界最危险 挑战圣母峰的丧命者中 雪巴人约占了三成六 但世人却很少关注他们 而最讽刺的是 圣母峰上至今仍有约200句的登山客遗体 瀑湿在冰天雪地中 如果家属想要把遗骸带下平地 最后还是得请雪巴人帮忙 想要带回一具遗骸 至少得出动八名的雪巴人 他们要在强风中将遗体拖到 六千四百公尺海拔的营地 再由直升起载走 工程相当厚大 在B阳酷寒又崎岖的雪地 每出一次任务都有可能是最后一趟 在登山客欢庆供丁背后 雪巴人才是关键的五名英雄 但是不少人好奇 他们为什么能在世界第一高峰 辱入无人之境 很多人都说雪巴人是圣山的守护者 他们长时间都生活在高海拔的山区地带 拥有强悍的体能和心肺能力 甚至还曾经出现过一位 号称史上最强的雪巴人 他就是有着史上最强雪巴人称号的普鲁巴 能被称作最强那到底有多厉害 原来他在24岁年纪亲戚就攻顶圣母峰 2008年甚至创下三天之内攻顶两次的记录 但最让人惊叹的是 普鲁巴曾经挑战不带氧气瓶 成功登上圣母峰 雪巴在藏语的意思是来自东方的人 约有15万的人口 大多都居住在尼泊尔的境内 他们一出生 仿佛就受到山神的眷顾 他们的DNA早就适应了严酷的自然环境 就算是在零下40度 空气含氧量不到40%的环境之下 依旧面不改色 从1953年人类第一次踏足圣母峰 雪巴人的生活也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原本过着淳朴生活的雪巴人 开始赚起观光材 从世界各地蜂涌而来的旅客 改善了他们的生活 却也破坏了赖以为生的家园 这么多的垃圾 是2019年4月到5月 圣母峰开放期登山客所留下的 出洞超过20位雪巴人 清出了重达11顿的垃圾 想要登顶可不容易 留在圣母峰最多的垃圾 就属氧气皮 食物包装纸 还有用过的绳索 除了垃圾之外 还有登山客的遗体 这是来自印度的女登山客 库妮卡 身体正在不断下沉 两位雪巴向导 试图想要拉住她 但是最后仍然敌不过高山镇 猝死圣母峰 每一口的呼吸都像在和死神搏斗 尼泊尔政府2019年发放了381张的登山许可证 打破了历史记录 有不少人提出质疑 是不是想趁机大赚一波 所以降低了审核的标准 圣母峰大塞车的画面震惊全世界 登顶从原本的挑战自我机械 变成了父亲表示的乱象 曾经的圣山现在全变了调